請主席邀請羅部長、黃總長、陳檢察長、司法院、陳檢察長 綠委員好 部長好 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國會總機被掛線監聽 這是一個事實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事實 立法院今天被掛線監聽 不管他是有錄到還是沒有錄到 對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來說 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是牽涉到國家的體制 也牽涉到人權的一個保障 何況立法院呢 是這個代表民意啊 來行使職權 部長知道憲法第六十二條是寫什麼 對不起我沒背起來 大一就是說立法院是最高的立法機關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對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好 那第第十二條是什麼 通訊 秘密通訊 是 人民有秘密通訊 通訊自由 好 那 通訊監 及保障監察法第五條 它規定的對象 有哪些人 一般都是自然人嘛對不對 民主國家來講 它是涉及到人權的部分 部長 你認為 特徵組 監聽 立法院 是對是錯 這個事情一定有錯 是違法 有沒有違法違憲 我們還要調查 但是這個事實來說是非常不妥當的 你要調查什麼 你現在調查什麼 調查他有沒有違憲 調查他有沒有故意 因為前面剛剛通訊保障監察法裡面說他是要明知不可以 他知道這不是 這是立法院的 總機 但是依照剛剛 黃中長講法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需要去查明真相 好讓這項 證據來說明事實 我請問總長 你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 你知道不知道 這個立法院是不可以監聽的 我是到28號 你知道不知道立法院的總機的號碼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立法院可不可以監聽 你應該 總機不應該 絕對不能監聽嘛 監聽嘛對不對 總機不應該 好 那既然不能監聽的話呢 那 這麼多的媒體 現在最熱門的號碼是0972-630-235 現在是最紅的一支電話號碼 只要這支電話 那個 現在很多的民眾 都會打電話來 很多的媒體都會打電話求證 都打爆了 特徵組在 要監聽之前 沒有去查證一下嗎 這一點我們是有列入檢討 就是他應該去查證沒有查證 我們以為是 助理在使用 檢察官 他的 他這個 查證是有舒服 他是以為是助理在使用 因為你的舒服 造成了對國會的一個監聽 民進黨今天還要 黨部還開 召開國際會議 國際記者會 糟糕天下 哇真的是 一笑國際 美國的總統 前總統 尼克森因為監聽政敵的水門案下台 盧森堡的前總理 龍克 捷克的前總理 內恰斯 內恰斯 還有菲律賓的前總統 艾斯特拉達 都是因為非法監聽而下台 我們這次立法院總機遭到監聽 我們必須要去查證 要查個清楚 要給個交代 羅部長 你剛剛就任部長 在還沒就任以前 你就放言高論 甚至為審宣判 幫特徵主來辯護 來 來界定 怎麼沒有主觀犯意 你是神嗎 你會神算嗎 還是說你有神通 報告委員 我只是分析我並沒有做斷地 這很不適宜啊 本來是一點半我很高興 受邀想去參加你的交界典禮 因為你這一件事情喔 我去我都不想去 如果我們的法務部長 居然在 為審宣判 先做一些定義的話 做不適當的發言的時候 我去了 我去了 我自貶身價了 我覺得我們 水準太低了 現在你們法務部要成立這個調查小組 那你們的成員 那你們的成員是怎麼樣組成的 我 有哪些人啊 基本上 那部長你自己本身要不要自行回避一下 我不參加 我想請我們其中一位政委當召集人 然後請相關我們裡面的事處 跟 我們民間的團體 有法律專業的這些團體推派代表 來共同調查 好 那另外 就是說我們除了這個行政究責之外 要不要去追究刑事責任 如果有的話當然一樣要以法處理 那依據我們通訊保障監察法第24條的規定 這個違法監聽啊 要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啊 如果有這樣的市政當然要依法辦理 這擺在 前天下都知道啦 說這個特徵組在監聽 這個立法院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違憲有沒有違法 剛才講得很清楚啦 因為 特徵組的說法 是他們沒有違法 那民眾指責他違法 所以我們當然要調查了解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要請教一下這個 司法院 那個 台北地院 那個吳院長 一起來 我們現在 是 台北地院 合發這個 監聽證嘛 依照令狀主義 是你們發的嘛是不是 是 是你們發的 是 是誰申請的 特徵組申請的嗎 對 特徵組跟你們申請 這個監聽票 他監聽國會 監聽國會你不知道嗎 那個法院 合發這個監聽票 你不需要去查證嗎 他這有三年以上 他是用哪一條 三年以上的重罪 因為犯三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他必須要 發這個監聽票 而且是 立法院 立法院是一個 自然人嗎 他是一個機關 一個憲證機關 你要查什麼 特徵組要查立法院有沒有 集體叛國嗎 還在幹嘛 我是 這個特徵組 他那個最高檢察署他的申請書 我是沒有看到 他是怎麼申請 我是不知道 但是 從 最高檢的 這個 新聞裡面 他是說 認為那個 是立法院申請的 但是 實際上是 助理 某委員的助理在死 使用的 他是不是在申請監聽 那立法院 立法院會申請一個 專用的手 一個手機 給這個立法院的 特定的立法委員的助理 特定的助理 使用這個立法院的 這個手機嗎 那我們要追究立法院啊 我們也會追究啊 可以這樣做嗎 公器適用嗎 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 那 既然你們沒有查證 那而且這個號碼 監聽了四個多月 到底是四個多月 還是總長你說的一個月啊 我到現在就搞不清楚耶 這個報告委員 是 一個月 是到 從 五月十六號 到 六月 十四號 六月十四號 台北地院 在我來之前 就已經發佈 新聞稿 各位可以到新聞稿去看 那為什麼會那個通知書 會說 這個沒有關係啦 因為那個時間點的問題 將來還會查得很清楚 那我不管他今天是四個月 或是一個月 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而且 剛才所提到的就是說 錄到的都是空白的 那跟我們委員 包括管碧琳委員所提到的 他們所得到的訊息 完全是南原北側耶 一個說有錄到 因為要接線了 一定接線有通話了以後 才有接線的問題 接到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 結果你這邊說是空白的 就算他是空白的 那你可以去監聽國會 國會的這個電話嗎 也不可以嘛 所以你們這些說法都是漏洞百出啦 如果是空白的 那有必要去監聽嗎 為什麼還要一個月 立法院 立法院 一天都不能被監聽 一秒鐘都不可以監聽 何況是一個月 那另外 如果是說 你空白的 那你必要監聽到 一到四個月這麼久嗎 那最近 掛線的這個期間 你都不用去聽嗎 如果這一個月都不去聽 那你申請這個監聽做什麼 所以換句話說你們都是自相矛盾啦 狡辯 潛而易顯了 潛而易見了 就是你在監聽國會 這就是違憲違法的一個行為 當然要助理 那另外啊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啊 我請問司法院就是說 根據通訊保障還有監察法的規定啊 不管是第五條還是第六條 申請監聽的前提跟他的要件 啊 都是有事實 主任 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 犯罪相關的罪嫌 才能夠申請監聽 對不對 是的 那 法院也才能夠依法核發監聽票 對不對 是 那 所謂的事實 在法律上的定義 他的definition是什麼 是符合 通訊保障監察法所規定 那些構成要件的事實 對 好 那我剛才也有提到 這個通訊保障監察法裡面 構成的要件裡面 立法院 是自然人嗎 不是 不是嘛 那立法院是一個憲政機關 他可以監聽嗎 當然也不行嘛 那為什麼你們司法院你台北地院 還核發 准以核發這個 這個監聽 監聽狀 說明一下 你們依據是什麼 吳院長 你說明一下 你依據是什麼 預計哪一條 然後這個 特徵組是用哪一條來向你們申請的 這個 這個他依據哪一條 因為這是個案 底面法官去審核的事項 法官審核事項啊 他一定要符合那個要件啊 他符合那個要件 那第一個他就不符合自然的要件喔 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 立法院是犯罪嫌疑人嗎 不是啊 剛剛我跟委員報告 特徵組他生前的他們的新聞稿講是 是那個 那一次電話是 助理在使用 他不是 你憑藉的事實是什麼 一個助理在使用嗎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在上個禮拜三 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我有提及 不管是在法律上的錄影 錄音 都只是間接證據 而不是直接證據 不能作為判決有罪的 直接的一個依據 那 這樣間接的東西 就是你們檢察官 特徵組 或是你們台北地院 所認定的事實嗎 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是 根據 就算這個 就算好了 今天有牽涉到曾部長 跟這個 陳檢察長 說他有錄音有錄到 那特徵組這邊有沒有另外分難立案 在申請監聽呢 有沒有呢 沒有嘛 所以這是間接的間接的間接的證據 這麼薄弱的證據 這麼薄弱的證據 你結果 你台北地院 也同意他 說這個監聽 最可笑的是 連立法院的總機電話 你連查證的機會都沒有嗎 你沒有去 這一個月 就算特徵組所講的 總長所提到的是一個月不是四個月 在這個一個月裡面 都不需要去打一通電話 問一下 這是哪裡嗎 當然知道嘛 當然是知道的 所以啊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不能 這個既然是間接證據 不是直接證據 你就不能判決 有罪 變成不能作為有罪判決的一個 直接的依據 這樣的間接的東西 你們 特徵組也好 台北地院也好 變成他認定是一個事實 實在是可笑啊 講坦白一點啊 如果用這個 就可以核發這個監聽票的話 那我在電話裡面 開個玩笑 那還是任何一個對話 我只要錄到這個 就是事實 我今天跟陳 陳檢察長說 我立法院要求啊 現在對檢察官的 濫權起訴 濫權不追訴 或是 濫刑上訴 這是民怨之所在 而且影響到人權 要求 法務部 在開 檢察長會議的時候 要 一定要要求 依照訴審法的精神 能夠 兩次判決無罪就不要上訴啦 減少民怨啦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法案 那我是官說呢 我只要有錄到之後有要求 那就不對了 那以後我們都禁聲啦 把嘴巴縫起來好啦 不要在這邊問你們啦 這樣就可以當作一個證據嗎 別人可以不了解 這個 立法院的運作 你們天天在立法院裡面 接受 質詢 你們應該是非常清楚 這個一個過程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所以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 我 我是在這裡 再一次的 要求 部長 你新上任 我不要你新官上任三把火 冷靜下來 你也不需要去為誰來辯論 站在一個高度上 為了我們 司法的 長治久安 為了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 我希望 你能夠 針對這個事情 正視這件事情 對 我們國際 對我們國家的 形象的一個影響 對司法的磋商有多厲害 一定要好好的處理 我們不會 也不會 因人 肺炎 肺炎 我們也不會說 這樣就是 要把特徵組給他廢掉 我們要不要廢 我們特徵組 我們看到的只是說 這特徵組當時成立的目的 現在是不是同樣 還在 還存在 機關要永續發展 人啊 主管可以隨時可以替換 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的一個原則 以上 謝謝 謝謝 小昏